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祖 欢迎再次来到史前素节目 最近阿祖关注到网络上流传起这样一个诡异的视频 视频的主角是一只苍蝇 看似很平常,毕竟苍蝇无处不在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苍蝇手里拿着的是一个苍蝇脑袋 再定睛一看,居然是他自己的脑袋 按照常理来说 没有脑袋,生物是很难存活的 但苍蝇是个例外 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把头放在手里把玩一番 可能是试图将脑袋装回去 显然这是不可能了 这让众多看客幸灾乐祸 早知如此,何必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玩呢 这下装不回去了吧 关于这个视频有两个很诡异的点 一是苍蝇头是怎么掉的 真的是苍蝇自己弄下来的吗 另一个是,身体和头分开了 无头的苍蝇还能继续玩头 这是真的吗 答案究竟是什么 跟着阿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视频中只记录了无头苍蝇玩头的过程 却并没有记录苍蝇弄掉脑袋的行为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 头肯定是苍蝇自己弄掉的呢 这其实还要从苍蝇搓手搓脑袋的习惯开始说起 苍蝇种类很多分布也很广 但大部分的苍蝇物种中 尤其是家营搓手的习惯非常明显 人类也会搓手 在过去我爷爷干活之前都会在手上吐口口水 然后搓一搓再干活 可能是为了鼓励自己加油干 那苍蝇搓手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干净 是不是很矛盾 苍蝇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脏 因为它会停在便便上 腐烂的食物上等等 令人恶心的东西上进食 吃的东西并不干净 但本身却非常讲卫生 搓手就是为了清洁自己 一方面是因为苍蝇的腿部粘性很强 很容易沾染杂物 众所周知 苍蝇是可以倒着走路的 之所以能这么操作 是因为它的脚末端 都有钩爪和抓垫 钩爪就像钳子 容易抓住物体 而抓垫能分泌脂质液体 湿润的状态下粘腹力更强 钩爪抓垫和独特的步态 多方配合下让苍蝇在光滑玻璃 或者摇摆的物体上 如履平地 随意行走 从不担心会掉下来 这样的构造也有坏处 那就是很容易沾染杂物 因此一有空 苍蝇就会搓手 搓掉残留物质 另一方面 苍蝇搓手是为了更好的品尝美食 品尝食物我们用舌头 但苍蝇用的是腿 在它的腿上 有多种化学感受器 品尝美食 让苍蝇走到哪儿 吃到哪儿 因此每当苍蝇吃东西之前 都会细心整理一下自己的腿 好准备吃下一餐 总的来说 苍蝇是靠腹眼 触脚 身体感官 以及腿上的肛毛 来感知周围的世界 它们必须保持这些 感觉器官的清洁 这样它们才能精确飞行 寻找食物和配偶 避开捕食者 苍蝇不仅会搓手 还会搓头和翅膀 甚至后腿也会相互搓一搓 有时苍蝇一次会花 超过20分钟的时间清洁自己 每次清洁 几乎都是从头先开始 然后再依次向下 既然本身就有搓脑袋的习惯 不小心把脑袋搓下来 似乎很合理 但事实上疑点很多 一般来说 有自切行为的动物 要么是为了摆脱寄生虫 要么是为了摆脱捕食者 海阔鱼 会为了摆脱寄生虫 自切只剩头部 没有心脏和其他重要器官的海阔鱼 不但没有死亡 反而会在几天后开始生长 短短20天就能重新长出完整的身体 至于自切的躯干部分 则完全死亡了 研究人员研究自切的海阔鱼时发现 这些个体都感染了寄生虫 而我们常见的壁虎 经常会用断尾来躲避捕食者 那苍蝇是为了摆脱寄生虫 还是躲避捕食者呢 显然都不是 苍蝇没有海阔鱼壁虎的再生能力 反正都要死 何必多此一举摘下自己的脑袋 更何况 苍蝇的腿真的有搓下脑袋的力气吗 不信 你也可以用手在自己的头上试试看 那苍蝇没有头也能存活吗 俗话说 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 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头 苍蝇也能存活一段时间的 因为苍蝇和蟑螂一样 拥有开放式循环系统 可以用身体的其他器官进行呼吸 没有头也不影响呼吸 自然还能存活 像蟑螂没有头可以存活数周 而苍蝇没有头也能到处乱飞一阵子 虽然没有立即死亡 但离死也不远了 最终 它会因为没有头 吃食物和水 被饿死或者渴死 也有可能因为细菌感染而死 所以视频里的苍蝇 拿在手上玩的头 不可能是它自己弄下来的 最大的可能是 苍蝇被外力袭击导致头掉了 头刚好掉在苍蝇手上 它可能都不知道手上玩的是它的头 以为是食物 习惯性用手搓一搓玩一玩 它最终的结局还是死路一条 解答完这个诡异视频 我们再来聊聊苍蝇 苍蝇可能是人类最讨厌的生物之一 苍蝇和蛆 更是从古到今 热门骂人词汇 人们厌恶苍蝇 一大原因是认为 它们是移动的疾病传染源 仿佛被碰一下就得赶快消毒 免得身患重病 由于出入和生活在各种肮脏的场所 家营和其他辅生营类 的确带着满身的微生物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能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 但是另一方面 一种生物携带病原体和传播疾病的能力 并不一定相关 其实最高效的疾病传播媒介 是以蚊子为代表的吸血和寄生性动物 它们最容易被病原体盯上 演化出一整套 藉由它们传播的生活史 最后沦为无情的传染机器 而苍蝇和蟑螂这些 由于缺乏和人类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接触的机会 它们不吃我们 我们一般也不吃它们 所以病原体也很难演化出 以它们为跳板的传播方式 目前没有任何已知的人类病原体 把家营当作中间宿主 所以家营在疾病传播的能力上 和蚊子这些完全不是一个次元 相比之下 阿祖个人倒是觉得 家营和其他营类喜欢绕着人团团转 还要停在身上舔来舔去 这点才是真正的凡人之处 其实不光家营 很多其他动物都对人的汗液情有独钟 这是因为对于盐分摄入量不足的野生动物们来说 汗液和人的其他体液里的盐分 是珍贵的矿质来源 蝴蝶蜜蜂这些看似甜党小清新的动物 都对咸口的汗液尿液和血液无法拒绝 不过如果要采访一下地球 问一下他老人家对地球上生物的喜好排名的话 人类自然是垫底 而苍蝇搞不好还会拿到前十名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家营为代表的辅生营类 可以说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群生物 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类 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负责清洁和垃圾处理的从业者 我们该如何生活下去 对于大自然来说 苍蝇等食府动物就是重要的清洁工 地球上每天都会产生数不清的动植物尸体 以及它们产生的排泄物等垃圾 将这些废物无害化处理 降解成大地的肥料 完成生态系统的能量和物质循环 就是这些了不起的分解者的工作 而把垃圾分解干净以后 长得胖胖的苍蝇 营养丰富又手无腹肌之力 是无数其他动物钟爱的美食 当然可能有人要疑惑了 清洁工这个职业 大约并不是随着人类一起出现的 那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不也活下来了吗 那当然因为还有苍蝇嘛 其实直到今天 有很多地方能看到苍蝇大举打扫人类垃圾的盛况 比如一些旧式的乡下茅厕 蹲下瞄一眼就可以看到 坑里熙熙攘攘万头传动 对城里人来说非常精彩刺激 如果觉得这些大自然清洁工的工作作风 和我们人类八字不合 那最好的做法还是处理好自己的垃圾 不要等他们亲自上阵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有趣的视频 想要和阿祖分析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阿祖留言 喜欢阿祖的影片 记得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